尊敬的許淑昌教授 尊敬的胡錦生教授 早安 尊敬的各位一階的前進 我有很多要好的廣東朋友 他的特點就是特別熱情 特別好客 可惜我不會講廣東話 所以我今天特別帶來一個 從澳門到台灣大學去讀醫學院的蕭醫師 還有一位是從台灣嫁到澳門來的袁小姐 我帶他們兩位他們兩個廣東話講得很好 萬一大家聽不懂他們可以幫助 那我本來看到這個 Advanced 我講我這麼大年紀 怎麼能夠講Advanced呢 後來我們以前承認台北醫科大學校長的謝萌雄先生 現在是實踐大學的董事長 謝博士來跟我講 你都一直在做沒有問題了 那我就想了一下 我看看這個題目是跟這個急診的管理和進展有關係 我想這個題目倒是還蠻適合的 我從1963年進入婦產科訓練到現在整整55年了 我一直到現在還沒有脫離臨床 那中間呢我曾經 因為我們是這個grandfather type的 所以什麼都做 所以 產科我大概接了24000個小孩 那這個婦科呢 從這個最小的到最大的到我們都開了 開了大概有3萬多個 所以我覺得可以講為什麼呢 我遇到不少急診 但是呢我沒有一個surgical death 就是我覺得婦產科醫生大概最怕這個 所以我今天呢就把這個演講呢 當成我的退休演講 希望我們謝董事長能夠滿意 這個slide呢我花了一個半月才把它做好 那這個談到醫療問題呢 尤其是在管理上面 就一定牽涉到這個整個社會的變化 那我們知道這個Samuel Huntington 在1996年他死以前呢他曾經講過 21世紀呢是這個文明衝突的世紀 他是一個左派基督教白人 這個右派右派不是左派 所以他是有 那我們發現呢 從1到21世紀911 一直到現在中緯的這個貿易大戰 那他們的想法好像跟東方的是有一點不一樣 我感覺起來在哲學方面呢 他們是要講 要追求這個 確定的真理 那我們東方人呢是講這個 這個相對的 他們是絕對的 我們是相對的這個無常 那在這個宗教上面呢 所以他們就因為上帝最接近真理嘛 那所以他們是一神 一神論 那東方呢 那不管食道教 食道奴 大概都是以人為本的 人為本的 在科學方面呢 他們因為追求這個 所以他們的科學理論呢 都研究得很好 但是東方人呢 尤其我們中國人呢 注重科技 所以東方人的科技其實很早就很好 在宋朝以前 這個以前都是領先西方的 所以科技是很好的 那在政治上面呢 他們是以民主來實行它的霸權 霸道 他們都其實帝國主義這種 都他們弄出來了 那我們中國呢 現在是用極權來實行王道 所以這個 即使是我們講一個mercy mercy 你把西方人呢 大概是把這個mercy呢 看成一種上對下的一種怜悯 那我們東方人呢 是眾生的一種慈悲 他這兩個都可以這樣翻 所以我在看起來呢 這兩個文明的改變呢 蠻像是西方人屬於老虎 東方人屬於羊 但是呢 這兩個呢 最好好好的復補 像卡特 卡特現在最近跟那個 跟那個特朗普講 你不要用霸道的方法去做 那回過頭來呢 我們看到我們這個醫學 這個醫學呢 因為在近兩三百年 基本上是西方的風氣 吹到東方來 所以在我有生之年呢 其實已經就經歷了這個改變了 那我們以前呢 是人民都很相信 這個傳說什麼樣子 到現在呢 他Google一下 他就要看這證據出來了 其實你們知道這個實證醫學沒有多久 實證醫學是我進醫學院的時候 1955年 那個 那個 軍醫啊 有位軍醫在二次世界大戰 叫做Beacher 他打仗的時候 他用這個 因為打仗沒有morphin了 那止痛怎麼辦呢 他就用生理眼水 一打了以後就有效 所以他像這個東西 藥物這種 你們這種 中間其實很多是安慰劑效用啊 所以以後呢 我們就發展到現在 所謂的這 morphin center large scale 這個 一定要 contract 要有對照的 這種方式 做出來 這個所謂實證醫學 其實發展到現在 也不過五六十年 所以這個 這個呢 但是呢 現在要知道 你的病人呢 可能去google一下 他就知道你很多東西啊 那以前的醫生呢 在我們年輕的時候 醫生都 病人都把你當菩薩的 啊 拜託拜託 好啊 現在 他認為你是一個 專業的獲利者 哦 他的看法是不一樣的哦 啊 那 醫療呢 有以前我個人 啊 我是professor 我是 我是醫院的院長 我這個 講的話都沒錯 現在 有 SOP在那裡 啊 你這樣子你沒按照這個程序 現在還有一些醫生跑去學了個法律 他專門來對付你醫生的 你說你做錯了 你要倒霉的啊 那最重要的呢 現在關於 因為這今天講到管理了 那管理上面呢 也從管理者的主觀觀念呢 要 要 要見識到這個 我們這個 我們這個 AI 那個 大家都知道這個 這個 這個 IBM 有這個所謂的 Watson Watson 現在呢 用到癌症上面去 那 這個 Stanford 呢 曾經在那個 Nature 上面 發表過一篇文章 AI 對於這個 SKIN 的這個 就是 Melanoma Melanoma 這種癌症的診斷力呢 達到95% 但是呢 他找了56個 Dermatologist 尖端的 他們診斷力呢 只有 86.6 所以 AI 很厲害哦 所以我兒子在美國做皮膚規劑 他講 我快沒飯吃了 那這個 這個呢 這個呢 現在也有所謂的Virtual Reality 就是 你把這個 2D的這種印象啊 都合成了 都把它做成 做成這個 這個印象以後 能夠教導你醫生要 怎麼樣子開刀啊 什麼東西 這個東西 也是 進步的很快 那另外我這裡寫了一個 ERAS 這個我不知道你們這裡推動的什麼 就是 Enhancement Enhancement Recovery After Surgery 我不曉得 我看到現在 大陸已經推行得很好了 這個是好幾年以前 就ERAS在那裡弄 那我三年以前呢 那我三年以前呢 因為我在大陸也有一些醫院呢 跟我合作 所以我跑去跟他們講這個東西 大家都沒有太 就是沒有太大興趣 它ERAS是個什麼東西呢 就是講 我們以前啊 這些Routine啊 這些做的方法 很多是不對的 而且處理病人的方式呢 也是不人道的 經過這個 所謂的這個實證醫學以後呢 他們慢慢發現 好像 這個 開刀以前 空肚子要空多少時間 以前都是 我們 我到現在 我出來以前 我問那個醫學院的學生 我講 你空肚子多久 還要八小時 我講 這個是錯誤的 八小時 除非它有特殊的窗光 不然的話 Solid Food 六小時 Liquid 兩小時 所以現在呢 這個 ERAS 就是對這一個項目呢 它會 現在 在 我看這個 我也從Google裡面去查到 他們外國已經做出這種 有這個 Electrise 有Glucose的 在東西 一瓶 你在兩個鐘頭以前 它跟你喝下去 喝下去 喝下去的好處是 保持你的 Gi的 function 正常 然後 維持你的 Glucose intolerance 的問題 會減少 Electrise 會比較Balance 然後呢 麻醉過了 現在麻醉 有很多 我們說 盡量都要用 Riginal的CC 盡量少用Morphin 這種Glun的CC 已經都發展得很好 所以 病人清醒了以後 應該就開始吃東西了 這個就是 ERAS中間的一個小點 當然它對所有的東西都有 現在 美國人我看到已經有 六七個專科 都已經定出他們的ERAS 最近我們婦產過的 Cycerin Section的ERAS 那個ACOC也把它定出來了 所以這個東西呢 我在我自己醫院推 這個我們協校長知道 哎呀我推的好辛苦 大家都不要聽 你這一套什麼東西 但是 事實上我看到 我上網去看了 哇大陸現在都很風行這個東西 為什麼呢 因為去年 Clifland Clinic 你可能把它選為 19 2018年的十大 十大創新之一 就是世界上十大創新之一 這個是這樣子 所以 我寫這個東西的意思就是講 我們現在醫生 已經不能夠自己當 相信自己是菩薩了 你儘管這個實證醫學 其實不見得可靠 也有重要 這種 這種Study 我以前在美國 也幫他們去做過這種Study 有的時候也是很敷衍的 這個 我們醫生 病人來求你的 還是把你當菩薩 你這個 你用你的慰望 慰望的 還是可以造作病人 但是呢 他出了事情 或者中間有一個病人出了問題 有一個家屬不滿意 他有這個精神去Google一下 去了解一下 有時候就很麻煩 你上了法院 你就知道你的醫生地位很低啊 他根本也不聽你的啊 他就是讓你發戰在那裡 很受屈辱的啊 但是我們知道 那個 William Osner 講是 形醫呢 基本上 是 以科學為基礎的一種藝術 我們也大家都知道嘛 以這個 Medicine的Definition 就是Science and Art 所以 形醫呢 你這個 光根據科學還是不一樣 不太行的 我發現 中醫的藝術比我們西醫好一些 中醫 它跟病人的關係呢 會比較好 所以 所以我們希望我們做到啊 就是 要 真善美 真就是 實事求是的精神 善就是悲天悯人的情懷 美就是追求美好的結果 這個呢 是我今天演講 其實我最重要就是要 跟蔡座的 跟醫療有關係的就是這樣 我講 你除了你要 好好地救病人以外 你也要好好好自己啊 你不要以為你是 醫生 高高在上 這個 這個觀念可能已經 不存在了 那這個 因為時間關係 這個浪費一點時間 那第二個呢 這個 醫療的管理呢 真正的進展在什麼地方 第一個就是預防 第一個就是預防 我們婦產國現在急診變得很少了 急診絕大部分都可以預防掉了 所以這個是醫生要注意的 尤其是第一線的醫生 你怎麼樣子把他該做的事情先要做好 第二個呢 真正要救人 真正大問題的時候 你要送到有團隊的地方去 有設備 有專家 他那個地方啊 病人要告也告不進去了 因為他自己都是專家在那裡 他的所有的這個事情發生的 他都是按照ABC的做的 那為什麼這樣子呢 你看我們 我不知道你們是不是也用ICD-9 ICD-10 我們兩年以前還在用ICD-9 ICD-9的ITEM 一共只有17000個 現在ICD-10已經到155000個 這個東西不是我們一個醫生 我們一個專科 他所自己能夠了解的東西很有限 我們婦產科 像我這個是grandfather type 我們oncology也做啊 endocrine也做啊 什麼東西都做啊 但是你慢慢知道 為什麼它要越分越細 這個社會就是在這樣子進步 所以你一定要注意這兩個東西 那我現在呢 用很短的時間 因為我自己經驗的事情 來跟大家分析一下 婦產科 是所有科裡面最有效的 最有用的 我講過 除了卵巢癌 我們沒辦法早期診断 子宮內膜異胃 我們好像比較沒什麼好辦法 沒什麼太好的好辦法 其他的病差不多都可以治好 那根據WHO呢 這個是up to date 裡面的data 婦產科沒有什麼太大變化 死亡最多的 因為婦產科做醫生你要知道 不能死人 因為沒有發育的女孩子 屬於小兒科 更年期以後 我們除了做一些 大部分都是屬於內科外科 都是他們的事情 所以我們婦產科呢 都是掌握女生最精華的年代 生命力很強的 你不能死人的 以前現在女權也高了 還有婦產科要死人的話不得了 那 中間呢還是hemorrhage是最多 然後我把它寫成aglampsia 包括preclampsia 然後呢sepsis 然後我把腹痛 這些都是我自己 因為我這個資格夠老了 我83歲了 所以資格夠老了 所以我把它自己分類成這樣子 腹痛呢差不多都是 都是子宮的附屬器官的問題 我把它這樣寫 那其他呢我在這裡跟大家稍微提一提就好了 這個OHSS 大家都知道是 Overling Hyperstimulation Syndrome 就是我們從四管嬰兒有了以後 就開始用這些藥 尤其是HCG這種藥 用了以後啊 它那個卵巢呢 突然的 這個 腫大起來 分泌很多 變成有浮水啊 剛剛開始的時候還不少死人的 OHSS 但是呢現在基本上已經解決了 一個就是他們減少用 因為有很多新藥出來 改變這個藥 還有呢就是他們一有症狀的時候 他們就把這個cause停下來 把卵子拿走就好了 下一次再去種 所以這個問題沒有了 Intestinal Injury 這個等一下我一個case 跟大家report一下 這個會很麻煩 為什麼我們現在minimal invasive surgery 我也做了26年了 我五十五歲才開始去學這個東西 我也做26年了 但是呢 你做的時候呢 好像是minimal invasive 但是你用電燒啊什麼東西 有時候燒傷了你不曉得 不曉得 然後 然後因為現在都是day surgery 今天開了 明天就出院了 就這樣出院了 他回去了以後 出了問題 哇這個會死人的 這個會死人的 但是呢當然現在 大家這個設備越來越多了 當然是會減少了 Emilion fluid embryo的人 這個在WHO痛台灣呢 常常把它變成maternal mortality的第一位 其實呢 在我看來 這種case可能是很多 但是他沒有辦法證實 他死了以後也死無對症 所以很多是醫生把refer到這個上面去 死掉了 embolic 所以這個東西呢 也不會有大問題 你可以用它 水傘 水傘呢在日本 像很多 像日本這種地方呢 把它變成maternal mortality的第一位 但是呢 這個因為不是 跟我們婦產科的關係 沒有什麼直接了 所以我們一般來講 不擺在maternal mortality裡面 但是其實產科醫生呢 要注意病人的情緒還是很重要 那Fedal death呢 一般來講 除了一些意外啊 血管 大部分我們現在的篩檢做得很好 多半可以先發現 那講的是期待 饒得出問題 它也找不到你醫生的毛病 所以我今天的重點大概是在這裡 那這個maternal mortality呢 為什麼呢 因為美國的CDC獎啊 60%的 美國的maternal mortality 是可以預防的 所以他們那裡會打官司的 那這個 他們這個rate呢 是你看美國是26.4 是英國的三倍 是芬蘭的六倍 比我們台灣也多一倍多 一倍半 所以美國的 為什麼會高 人權不好 因為它是 有色人種死得多 白人就死得比較少 這個 那這個 我簡單把我前面那個思想 比較跟你們說 我跟大家簡單的review一下 這個 血崩這個東西啊 其實中國女性大家都知道 哎呦 它血崩了很危險的 大家知道 美國人也一樣 美國人叫OB 是Bloody Business 就是常常會除血要命的 那最重要呢 在William Test Book上面 曾經有一戒 他把它寫了 就是想 沒有母親應該死於PB Hemorrhage 哇 這句話很重喔 所以當然在醫學中心 可能是 我的感覺是可以做得到 可以做得到 真的是可以做得到 假如是你們都會 都會按照規矩去做的話 PB Hemorrhage是不應該會死人的 等一下我稍微談一談 那我把它分成四大類 這也是我自己的分類啊 一個就是PB Hemorrhage 一個是同Pracenta有關係的 流血 一個是Ectopic 有關係的 另外一個呢 就是Coagulopathy 那大概PB Hemorrhage 最多的70%的atomy 其次就是Burst Canal Trauma 那Aquered Coagulopathy 少於1% 所以Pracenta Related Bleeding 還有Ectopic這種加起來大概不到10% 那我要特別提到一個就是 下面這個OSI OSI就是產科的Shock Index 这个是我常常在用的 非常好用 就是一个病人 一个产科的病人来的时候 他有时候这里出血 那里出血什么东西 你不会感觉到 因为根据test book 现在PB hemorrhagin 已经definition到1000cc以上 才算是PB 以前是500cc 因为什么呢 因为你讲500cc中间 有一大半已经是1000cc了 所以评估不到 那最好的评估呢 就是你量一个pulsorate 量一个blood pressure 这个随时可以做的 当这个pulsorate 慢慢接近systolic blood pressure的时候 你就要alert 你就要准备血了 你准备血了 它就不会死人了 所以这个时候就要准备血了 你不要让它超过 超过了就表示快休克了 那这个时候我自己画的一个 这个原发性的子宫收受不良 这是一个三胞胎 那我有本书里面写一些这个护士 其实我们这个原发性的子宫收受不良 我们注意到用 找 人 手 这四个字就好了 用是怎么用 我们叫做active management of third stage of labor 就是小孩子一生出来以后 你就要用这种tonic的这个medicine 不管你用oxytocin ergonovine 还有现在是cytotec 还有这些东西 你假如是比较high risk的你用两种 大概90%以上都已经解决掉了 继续解决掉了 你要用 第二个呢 blood transfusion要准备得少 就是我刚刚讲的 那个pulsory慢慢慢慢上来 systolic pressure慢慢下来的时候 你就要赶快准备血了 第三个呢 compression compression其实是很有用很有用的 你真正是出血以后 他那些大部分都是那种乌人 到处乌人 你不管是用纱布啊 还有什么东西 你塞了以后啊 你要给他时间 我看到很多医生呢 就是他塞了一下 他拿出来看看 又看看 结果看一次掉了500cc血 看一次掉500cc血 最后就休克了 所以你要忍 要忍 你只要是 大概六个钟头之内 不会造成infection啊 所以你可以忍 你忍一下 你丢了他 你给他讲 我几个钟头以后再来看 这样子就好了 那surgary呢 一定要熟 你要熟悉这几个opression 那这里呢 有一些新的这个medicine 哎呦 糟糕 这里有些新的medicine medicine像卡比托辛啊 它是又是 Oxytocin的一种 合成的 它就是比较作用的快 这个半筛期长 所以打一针呢 但是这些东西都是贵的要死 其实我都没有用 我讲这四个字就够了 这些东西啊 贵的要死 可能 大陆比较有钱啊 可能大概用的不少 这个东西呢 Tamoxifen Tamoxifen是什么东西 就是我昨天听那个安博利人啊 就是他是最怕这个东西的 你把这个东西打下去 叫Slombosis 它因为不会Lysis 它是Anti-Lysis的 就是讲我们身体的凝血系统呢 把血凝起来以后呢 你Tamoxifen夹下去 它就不让你溶解 这个东西呢 所以有一个危险 就是安博利人 他昨天也讲了 他打那个药来造成它Lysis的 也会有危险的 所以这个东西也是危险的 那这个什么 什么Quick Clutch 这个它是一个高凝土的一种纱布 它里面呢 可以从把那个血液的这个 Factor 12 Active 然后呢 就造成了凝血 它这个 你用筛很好 应该是很好 但是呢 时间就可以不需要等那么久了 但是这种东西都很贵 这个 Aster-AH呢 是个什么东西呢 它是用奈米的技术 把Potato的分子 做到小小的 然后呢 上面打很多洞 所以它喷上去以后呢 这个血马上就 它就是dehydration 快速的dehydration 就把它拧住了 这个应该是很有用的 那这个Nova-7啊 这个就是这个是recombined 这个activation of factor 7 这个东西呢 现在其实是用在 Hemophilia的病人的 这个FDI是让它活发在那个地方的 但是呢 现在发现有的时候 你实在没有办法止血的时候 这个东西真的有效 它就让你止血了 我们P-B-Hemorrhage 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 用上去 但是呢 也是一样的 它会造成slombosis 而且是终身性的 所以尽量不要用 贵嘛 贵得要死 那这个special technique呢 像这个embolization啊 现在好像是我们 Percenta Previa 或者是Percreta 或者是这个 这些假如学 我们预先能够发现的话 我们可以摆两个Castor在那里 准备好 需要的时候 把这个动脉embolize 然后就可以止血 这个他们一定要找到医学中心了 你自己不要去搞这些东西 没有办法搞的 然后这个 叶克膜 最下面这个叶克膜 当然是一定要到医学中心去了 这个也可以救的 那这两个东西呢 我跟大家 这个就是 我讲过了 我有一个磁发性的 磁发性的PP hemorrhage 这个是磁生化糖 我们中国人都吃生化糖 吃生化糖 那个时候我发现了 我有25个Case 生化糖吃了以后 有一天突然 砰 打出去 那我们就去研究这个 都是吃生化糖的 那我就跟他讲 后来发现了 这些Case呢 而且是Elective Surgery 就是它没有经过惨痛 它这个Cervix呢 这个Cervix很长 这个Cervix比较长 它里面生化糖以后 它里面的血涌了以后 很稠的 它把这里塞住了 然后这个子宫呢 大概瘦弱不好 就结了很多很多血 然后突然一天 啪 吹血 我又找到25Case 那时候我就把他们吃生化糖的那些 做那个厂商来找过来 他们就讲 哎呀 这个东西 破腐残 以后不要给这个吃了 有一段时间 后来他们讲 里面有个叫做红花的 是不是 不要把这个拿掉就好了 但是呢 基本上就是你那个 要小心这个子宫禽 所以我后来开Cervix section 我都把吃公斤撑一下 那这个呢 产道裂伤其实没有什么好怕的 绝大部分都 每一个都有产道裂伤嘛 我们都缝一缝就好了 但是它有一种type啊 叫做Retroperitoneum type 就是它发生在 发生在这个上面的 发生在这个上面的 有的时候发生在这里的 它里面这个arctary 破掉了 这个东西很麻烦的 你packing也没有效 你packing几个钟头拿掉 它都还在pumping 这个是很麻烦的 这个你看 它这个 我有 我遇到过三个case 我遇到过三个case 这个就是 第一个case 也不是我的case 它们就发生了这样子的问题 因为那个时候大家用fossips用的很多 就把这个产道上面弄伤了 那你开进去的时候 这个 这个血呢在Retroperitoneum 把这个子宫啊肠子啊全部推到上面去了 你要怎么办 这个只有一个 只有一个办法 我这里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 就是hypogastric ligation 这里呢 hypogastric ligation 我们大家看好 这个是 Ovarian Vessel 这上面呢是hypogastric artery 然后Uterian Vessel 它们两个交接在这个地方 你这个 一定要在 你用手摸 那个看不见 全部是一片血 你用手摸 摸到这个 这两个bifurcation的地方 差不多下面两三公分的地方 你要很小心 你用个这个dissection forceps进去 因为它这个旁边跟Win呢 有时候是有connective粘在一起的 你不小心 你把底下的Win搞破了 那你就真的死掉了 你把它那个东西弄了 把它来根性起来 我有三个case都很成功 所以这个是很好的 假如是子宫的除血的话 有两个方法 一个就是 一个就是把这个 Uterian Arterate 这个上面的 我们应该把这个 Lonigman包挂在里面 从这个针下进去 要在这两个交接的地方 把它来根掉 下面要把这个 最好后面有个灯照到 你才看得起 因为那个时候血管很粗很粗的 很粗很粗的 有时候连个缝都找不到的 在这个地方 你缝一针 这样把两边都缝掉的话 它这个子宫的除血 大部分都可以解决 还有一个就是子宫里面的 就是子宫我们破腹了以后 看到这个里面老是血在流一是流 那很多人就在里面 就给它缝一下缝一下 没有用 没有用是什么原因呢 是因为我们这个 Ovaline Arterate Uterine Arterate 这个连起来 它把血输进来的时候 应该一定结果 它就在这个表面上 就有一个叫做 Accurate Arterate 这个东西你不把它缝掉的话 就没有用 所以我们不管 有很多 这个test box上面 有很多technic 最重要就是你要 从外面缝到里面 整个缝起来 整个缝起来 这个血管 因为它这个血管你看它一沉 这里又这样子 所以你不把它这个整个缝起来的话 就是没有效的 大概这个technic呢 我觉得是很好的 好 那快一点 这个是 我们 我们现在这里不讲了 我们就是 诊断很重要 我讲的 妇产后的病都可以预防 我们不管是植入性的胎盘也好 子宫颈的怀孕也好 这个子宫疤痕的怀孕也好 子宫脚的怀孕也好 这些呢 这个就是我的一个子宫脚怀孕 这个病人呢 我在检查的时候呢 就感觉到 碰 有感觉 然后病人马上就脸都发白了 就是很痛就要倒下去了 我赶快把它送到 送到开刀房 马上把它剖出来 2000细细细细细细细 这个Cornoplexion 很可怕的 那指尖呢 我们简单的讲啊 指尖呢是血管的问题 也就是讲是胎盘 那个小血管 我们从这里看好了 这个胎盘这个小血管呢 它变窄了 当中间很多 这个Molecular biology 我们不要谈啊 它变窄了 所以呢 它变窄了以后呢 这个 这个血流 你看这个血流 正常的话 就是小孩子很好 这个小的话 就是小孩子不好 指尖 大概是这样子 它如果是发生的早 在三四周以前 我们叫早期型的 它就会对小孩子的影响很大 就这些问题 假如是晚期型的话 就会变 就是母亲可能会死掉的 这些问题 那现在呢 现在呢 我们最主要 就是早期筛检 现在复产活的筛检呢 在英国讲 只要做四次就好了 最主要就是第一次 十二周 十二周 你染色体也好 你什么东西高危险 都可以筛检出来 所以我们把这个 找出来以后呢 我们用这些Marker 就能够找到 然后呢 那照晚期型的时候呢 你如果认知到 这上面有这些问题的时候 那你就要 赶快把小孩子生掉 因为 Eclampsia 就是 小孩子生掉就好了 就是这样 这么简单 那急诊处理呢 就是赶快 你能够 找到的data 你拿到 然后送到医学中心去 不要摆在手 自己手上 所以我讲的 妇产国不能死人 就是这样子 那它的活病症 你看大家很可怕吧 你看ventilation那么多 DIC Health 都是很可怕的东西 那这个就是呢 我们早期检查呢 可以减少80%的 Preglampsia 晚期呢 也可以使小孩子 少那么多 那我们的治疗 其实也很简单 就是 发现了以后 就给它吃 small dose aspirin 大概就达到 刚刚的效果 万一 他已经到了 快要 快要 小孩子快要 mature 好像是30周左右的时候 就可以给他打一点cortisone 让lum mature 这 基本上就是这样子 那这个sepsis呢 我们从这里 可以看得出来 你看 中文的定义呢 就是很 很简单明了 很有art 这个西方的东西呢 就很科学的 他就把它讲得很清楚 但是大家要知道 这个 这个 median artery pressure呢 这个东西 要计算一下 比较麻烦 那这个serum 因为它这个 小于这个东西 就是tissue perfusion不够了 如果这个serum lactate 大于 就表示有 astosis了 所以我们就是要警告 就是你看到这些情况的时候 你就要很警告 那现在有一个很好的方法 叫做quick 收法 收法就是sequential organ failure assessment 这个呢 你只要看一看 我们用这个cpr来记住 他假如康下时已经糊里糊涂了 或者是他systolic pressure 低于100了 或者是他的respiratory 大于22了 那这种情况 你就要 就要赶快把它停止掉 那 我这里呢 报告一个case 这个case呢 是我自己的case 我说你四个月以前呢 帮他因为痛得太厉害 他的就是肌线流通 我把他子宫拿掉了 四个月以后呢 他痛了一个礼拜 不知道什么原因 那我进来一摸呢 就这么一个systic mass 那我就跟他讲 这个可能是 所谓的recidual ovary 所造成的这种东西 要么就是把它抽掉 要么 但是他妈妈讲 哎呦我这个万一是癌症 怎么办啊 这么多 那我们就给他扶枪镜做 扶枪镜我们也很小心 他已经把肠子弄开 把这个膜拿掉 膜拿掉了以后呢 就把水弄掉了 他第二天就出院了 很好出院了 出院了 到半夜以后啊 他肚子痛 肚子很痛 肚子很痛 他又不叫他的妈妈 他是四十岁的一个单身 不叫他妈妈 他吃了一大堆的那个 他从美国回来的 带了很多的止痛药 吃了十六七克这样子 已经到中毒的情况 然后送到我们医院 那个时候 他的quick so far 我一看 就是septic shock 所有条件都符合了 所以我马上给他 摆一个伸出 伸出 把这个line进去 然后我给他 大量的electrolyzer 这个 cortison antibiotics 我给他弄了以后 然后联络医学中心 我送他那里去 他最后是靠一颗膜 把他封回来的 然后他就告我 告我了以后 还好 我们pathology 我拿下来这个膜上面 也是endometriosis 这个rectung上面 也是endometriosis 所以他告不赢了 这个浮通的治疗 其实新观念 好像已经到了 一个就是扭转的新观念 就是讲 不要把它随便拿掉 有时候是年轻 这个多半是年轻女孩子 我一个病人 就是现在后来打过 那个网球的世界冠军的 他就是扭转了 黑掉了 我把它弄回去 用水冲冲冲 它慢慢就好了 那这个鸡胎流 这个是鸡胎流 这个case也很 还有一个case就是这样 一个老外 他同派胎中午有sex contact 然后病人就休克了 然后送到我们医院 1000公尺以外的一个中心诊所去 然后我正在看门诊 他们打来讲 这个病人完蛋了 好 那我就冲过去 冲过去呢 我发现这个休克太厉害 我跟那个外国人 我没有办法做任何test 我马上开下去 我连消毒都没有消毒 就开下去 我把那个手 把overry一把抓住 他的血压就慢慢慢慢 poss rate就慢慢出来了 3000多细细血在里面 就是corpse routine 在sex的时候破掉了 就那么厉害 这个case跟我们肖大夫有关系 这是一个dermal cyst 他那时候做住院医师 在外面破了 差不多有两天了 跑进来以后 打开了到处都是的黄黄 chemical personitis 很厉害很厉害 后来我在那个ICU待了三天 才把他救过来 这个是一个笑话 这个是我在美国成名的笑话 为什么呢 那个组织医师没有到 我那个时候 他叫做青年医师 那个young resident就跑去把他搞得已经快死掉了 他是一个三十四五周的一个小孩子 因为头大身体小 所以他就挂那里 已经快死掉了 他们帮我叫去 我就给他做了三刀一切 子宫颈 他那个子宫颈没有开圈 一切开了 后来小孩就活了 那个叫做Darson Cut 我也没有做过 但是我在书上看过 那时候再去翻那个test book 没有了 但是第二年就回来了 现在有没有 我不晓得 大概就这样子 谢谢 谢谢大家 我知里有一个问题 有一个问题 如果在 佛夫产后 大量的出色 出色 你在这个产府 还是在受罪 太山 你如何判断用 intervention 用拿这种intervention 采用是 intervention 或是 intervention 或者 又要判断是 哪一种的介意 安波利人 当然应该是 不错的一个方法 但是呢 一定要有设备 而且要有专人 有team 这个 我都没有 我们那个医生 我们医院的医生 他会做 但是呢 没有办法 你随时也找不到他 因为这个 安波利人 至少要40分钟的时间 你要把 pester 摆进去 要摆到那个地方去 然后你给他 把那个 安波利人 弄起来 所以一般来讲 用的大概是 有少数的 medical center 他们是习惯 这样做的 那就比较成功 一般来讲 大概都不太成功 那surgery呢 其实 妇产后 没有什么了不起嘛 你就 把子宫拿掉了嘛 就好了 最多是持功拿 这个不是 不是 就是你为了save life 就是这个跟 跟这个生命没有什么 跟生活没有关系 ligation 就是ligation 就是ligation 是很好 但是 ligation 是很好的方法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